今天碰到個南軍立委 你的同事也是我男朋友 他害逃啊 而且他是中南部的 他講什麼他說 海啊海啊東南博那邊算 怎麼辦 不過這是馬的個性 這個沒辦法改了 大家都把橋頭都打好了 而且也不只是立委包括 縣市長都有 提出就是說這時候 以後無貴而且已經 二審已經審完了嘛 基本上那個趨勢就出來了 你說一審要馬上 說不再上訴有一點困難 二審都出來了 這是一個最好的 和解的點啦 但是他 不願意接受那就繼續走 就這樣子啦 這樣子會不會影響連社會員啊 這個 會不會影響選情 這個大人的事情啊 我們真的是做小孩的啊 很無力 我們只能夠自己加油啦 我們自己加油 拜託啊 這連社會員在選舉 你做大人的 要替他想啊 我們其實啊 現在我們做了一個民調嘛 其實很多包括了 實安風暴啊 退休金的這些問題啊 都已經壓得 這個選情了 喘不過氣來了 那現在大人上面 又做了這樣的一個動作呢 那我們只有再加倍努力 好好地把這個選舉 不過講這句話是有點困難 因為我知道有一些挺馬 但是還罵連的人 覺得連你今天能夠選市長 馬來幫你那麼多忙 你現在還要再打馬 然後這時候 如果你還要支持馬王和 有一些人是挺馬不挺王的啊 他會覺得 所以現在連社會員很久 有這個困難啊 這是他們的困境啊 對 這是困境 那你要是深藍還是淺藍的票啊 很辛苦 很辛苦 這困境 我一開始就講說 連社會員就是要 講說真的要救市論事 你要做過你自己嘛 你假如覺得說 王政兵這樣有道理 為了國民黨 那你應該是要出來 就要講清楚說 這一件事情 要求馬東東不要上訴嘛 你的態度 你不是小孩子 你怎麼會是小孩子 你是要當台北市長的人耶 你這種意見你都不敢講 台北市長跟中央 對抗一下又什麼 好龍斌不是常常跟中央 跟馬英九幹一下嗎 又有什麼關係 大人小孩什麼關係 我是覺得 如果現在的候選人是丁守中 你認為台北市的選情 會管黃金平跟馬英九 什麼關係嗎 馬英九不得不上訴耶 因為黃世民的案子 還在二審當中耶 他這個黃世民跟他是 生死綁在一起的 如果他不上訴的話 那不是黃世民那個案子 二審就要定驗了 就要死了嗎 那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我覺得這還是因為金普聰 都在他旁邊 還把他掐住了 讓他要三審上訴 要不然馬英九那個 不善於做決定的人 還沒這個堅持 第二 馬英九會不知道 你們王派的委員 要把他拱回黨 這個國民黨是要搞鬥爭嗎 國民黨呢 現在已經在準備 敗選之後的鬥爭了 要有連戰的代理人 王金平回到黨中央 敗選之後 好好的來鬥馬英九 把馬英九搞倒 你是說王金平要選黨主席嗎 不止啊 那至少這個 因為將來來諸侯 像吳之洋或是朱立倫 因為是新生代 他們不會介入黨內鬥爭 就算他們當選 那連勝文敗選 幾乎已經成定局了 那現在當然就要有王金平的人馬 就連戰代理人 所以現在是王派的立委 在那邊幫他忙 台北市的都會地區 是贊成雜王的耶 對王金平的司法官說 是有意見的耶 我從頭到尾就支持馬英九的這個雜王 所以我也支持馬英九 利用跟雜王同樣的態度審視你自己 是不是這個手下有門神 我再強調一次 那時候他打電話給宋耀明的緣故 是因為他要去這個連戰要去大陸了 他前幾個禮拜有到連戰戰家去拜年 然後他希望連戰幫他搞馬席會 馬英九從頭到尾想的事情 現在搞清楚了 所有事情都是往自己的妒忌眼看 所有事情都跟自己有關 他才會出手 王金平這怎麼辦 沒有什麼怎麼辦 我覺得 這沒什麼怎麼辦 連勝文他還受到影響 那朱立倫為什麼沒有受影響 就不上訴連勝文就選上了 是啊 那為什麼吳志堯沒有受影響 這幾天的行情好一點可以追 對啊 我這樣說好了啦 一句話 不要塞准陷虧歪歪 不要塞准陷虧歪歪喔 是啊 你想想看 你看聯合報連著兩天 先做新北市再做桃園 其實國民黨的候選人都大贏對手 20% 對 或20%以上 那如果說 馬英九的執政不好 那大環境造成衝擊 他很多政策 包括軍公教退休人員的這個 慰問金的事情 乃至於十二年國教的各種問題 乃至於這次黑心油事件 黑心油事件 這個桃園還扯到一個南橋咧 照理講 這件事件是國民黨的所有的候選人 共同承擔啊 共同面對 不是只有 奇怪這個事情好像只對聯盛文有發 發揮效果 對朱立倫 對吳志堯沒有發揮效果 怎麼會這樣呢 不是嘛 其實是我覺得還是歸結到候選人本身的條件 我補一個意見 剛剛講到南橋 因為在我們桃園嘛 這個南橋陳飛龍 確實跟蘭茵比比較好 可是在第一時間發生的時候 我自己講 他也是認識陳飛龍啊 可是該做的事情他還是在做 不管最後 後來證明陳飛龍 南橋他們是 虛擒一場 是不是被冤枉闖到 但最起碼在第一時間 這個吳志堯他覺得 他該做的事情 站在一個父母官立場 圍到一些保護的 憲民為一個優先 我覺得這可以聯盛文做參考 除非他有最機密最機密的民調 證明他現在在領先 他現在處理這種大人的事情 處理得非常好 用模糊來處理可以的話 如果以現在的氛圍 我覺得他現在要放掉所有的事情 就憑你自己認為 你做一個市長 你覺得這時候該做什麼決定 該講什麼的話 你只有這樣破釜成之後 呈現你的特質你才能領先 不然現在又用這樣子 東東西眼 然後怕得罪 我就覺得他就很難選 Friend 3 你沒有講 他才說叫 江一王下臺 你就馬上燒回來自己 那剛剛不是說 不是 你就 你的立場要一致 你想清楚了 就不要再回頭 所以我認為聯盛文 只剩三十幾天 你就要呈現什麼叫做聯盛文 选举很辛苦 一天跑十几个行程 我们每个人都跑过 但是你要跑到 是模糊的印象 还是跑出一个鲜明的印象 我觉得连胜文 你已经够辛苦 但你的印象还不够鲜明 做到你自己吧 连胜文自己都觉得 他跑选民 你就发现说选民 对蔡易先生还比较有印象 好 那没错 连胜文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吃这个野养 吃那个野 骂这个野养 骂那个野养 所以大家就发现 他不去见了嘛 现在连胜文最强眼 连胜文阵营最强眼的 是谁 是蔡正元 又不是蔡正元要选 是啊 但是蔡正元最强眼 连胜文 甚至连胜文 现在你讲话的那个风格 我都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蔡正元的语调 这是蔡正元的用词 那你想想看说一个候选人失去了自我 那反而他的复选干部 总概念是形象比他还凸显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这怎么选下去吗 所以到底王静平影响会多大 其实这几天慢慢也许就会发酵 民调也许就会看得出来 休息一下 我们再回到现场